苏木槿瞧着楚离严肃的面容 忽然玩笑的道 你真的不让我去的话 万一你去打仗时间太长 我爱上别人了 怎么 嗯 他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楚离堵住了嘴巴 楚离恶狠狠地咬住他的唇 苏木槿疼得梦哼一声 却愉悦地笑出声来 楚离在他耳边磨牙 你敢 哼 你不让我去我就敢 我们才认识多久啊 反正感情都是可以培养的 到时候我找一个 比你长得俊美的小白脸 养在公主府 反正公主府里的人 都是听我的吩咐的 就是我养了十个八个面首 他们也不会在意的 到时候孩子出生了 也不认得你是谁 我就让我们的孩子 任别人做爹去了 苏木槿越说越高兴 得意地邪你处理 呵呵呵 苏木槿心中打了个斗 警惕地看着楚离 干嘛笑得这么 奸诈 楚离脸上的笑容 却越发地大了 他笑容和煦地看着苏木槿 伸手温柔地给他顺顺头发 可这样的温柔 却让苏木槿心中一跳 他听到他柔和的声音响起来 要养十个八个面首 苏木槿脖梗后 喊毛倒立 他立马勾腿地笑笑 啊 没 没啊 相公你听错了 还要让我们的孩子认别人做爹 没没没 我真的说错了 口误 口误 相公你别当真啊 苏木槿赶紧摆摆手 他慌忙从凳子上站起身来 狗腿地给楚离捏肩膀 相公啊 你累了吧 我给你捏捏 嗯 相公你应该照照镜子的 真的 大周朝就找不出比你更俊美的男子了 真的 我天天和你在一起 瞧见你这张脸 哪里还看得上旁人啊 而且吧 我们的孩子 既然是我们的孩子 肯定是特别聪明伶俐的 怎么会认别人做父亲呢 苏木槿给他捶捶肩膀 小心翼翼地侧过头来 看他的表情 相公 你别吓了行不行啊 我看到你这样 怎么觉得心里毛毛的呢 他的头刚探出去 额头就是一疼 苏木槿哀嚎一声 捂住脑袋 怒视楚离 楚离收回手指 轻哼一声 他咧开嘴一笑 露出森森的白牙 牙齿在阳光下 闪着奇异的光芒 看上去极为不和谐 找不出比我更俊美的男人了 苏木槿听出他话中 稍稍软和了一些 顾不上额头的疼痛 赶紧狗腿地攀上他的肩头 举起手指 做发誓状 真的 相公你是不知道啊 我先前瞧见你这张脸的时候 真的是震撼了一把 相公你这容貌 说是清城清国都不为过 微妻一看之下 就惊为天人 当场就方心按学 苏木槿从来没说过 这么酸溜溜的话 自己都被自己给恶心到了 可还是硬着头皮道 这辈子为妻都瞧不上旁人 真的 相公你要相信我 真的 楚离似乎有些相信了 邪逆着他问道 真的 比真金还真 楚离轻哼一声 没说话了 苏木槿知道 他这是服软了 笑着亲近他的脸颊 相公你真是心胸宽广 肯定不会和我一个小女子计较的 对吧 你的意思是 我若是和你计较 便是心胸狭隘了 苏木槿听了 很想抽自己一巴掌 他怎么就这么不会说话呢 赶紧陪笑道 不是不是 相公你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 大人大量 楚离又哼了一声 苏木槿趴在他的背后 感觉到他肩头微微震动 他察觉到不对劲 探头看过去 就瞧见楚离正红着脸 努力憋笑 苏木槿恍然 你故意的 哼 楚离又哼了一声 顺势扯着他的胳膊 把他扯到了怀里 忍不住又谈谈他的脑门 下次这种话不许再说了 要不然 他磨牙 不敢了不敢了 他捂着额头 敢怒不敢言 他哪里知道 楚离会这么介意这些玩笑话 这还差不多 那相公 你看那出京的事 到时候 我派了侍卫跟着你 万事小心 楚离这才没了开玩笑的姿态 横抱着苏木槿坐在凳子上 低头和他额头抵着额头 看着他的眼睛倒 我们的人马肯定走得比较快 我没办法跟着你一起 但是会让暗卫守在暗处 你自己也一定要小心 万一肚子不舒服了 千万千万要停下来 我会派一个大夫跟着你们 记得听医嘱 大夫若是说要休息 必须停下来休息 万万不要逞强 知道吗 苏木槿眼圈一红 扭捏道 一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多话呀 心里却是暖融融的 楚离无奈着摇摇头 谁让你让我不放心的 既然要去 那就去吧 反正楚瑜和太后的人 都已经灭了 京城中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而且如果皇上去了边关 大洲的士气也能受到鼓舞 边关那里一手难攻 北沿的人想要攻进来 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这样一想 他也就放下了心 抚着他的长发道 去了巡抚府之后 和林若好好相处 我会提前让人 给林冲打招呼的 嗯 苏木槿知道 楚离是担心 他得罪了林若 番绳怎么说 也是林若的地盘 怕林若对他不利呢 不过依他看 林若被需要的事情 这么一打击 不说性情大变 也应当会收敛收敛的 你啊 就是不让人省心 楚离无奈 不过谁让他就是 取了这么一个 小麻烦精呢 痛冰快了着吧 苏木槿愉悦地 笑出声来 心中却还有一番思量 上一次 耶律猛进宫的时候 拿的那件紫雕球 一直成了他心中的疑点 他十分怀疑 爹爹的身世 和北沿国有关 爹爹虽然口中 不说 但是肯定也是希望 能找到自己的 亲生父母的 他是个十分重情的人 以前不知道老太太 不是他的亲娘 老太太的行为 就十分伤他的心 他心里肯定是 渴望亲情的 如果运气好 说不定能帮爹爹 找到亲生父母的 苏木槿和楚离 又在院子里 说了会儿话 就有小丫头 进来禀报 姑娘 姑爷 老爷让你们收拾一下 说是要去救老爷家 知道了 楚离和苏木槿 这才起身 两个人整理了一下 有些褶皱的衣裳 这才出了院子 苏木槿不知道 他爹娘究竟说了什么话 反正现在 他爹爹的情绪不太好 看着就有些低沉失落 而娘亲倒是平静了下来 看到他和楚离走过来 还对他们笑了笑 聪儿的客也被苏青云 停了一天 他们这一家人是打算 要去楚家聚一聚吧 不过苏木槿 想起说在楚家 等着娘亲的宁露 顿时忍不住的 有些头皮发麻 真不知道等会儿见了面 要怎么样才好啊 走吧 我们去楚家 苏青云已经让人 备好了马车 看到苏木槿和楚离 他勉强一笑 走吧 几人的气氛有些尴尬 聪儿年纪小 却也察觉到了 默默地牵出姐姐的手 跟在后面 苏青云也就准备了 一辆马车 再加上方才 苏木槿来的时候 乘坐的另外一辆 两辆马车而已 楚柔毫不犹豫地 上了苏木槿的那辆 苏青云看到了 也走到了马车旁边 爹爹您上去吧 我和聪儿坐后面一辆 锦儿 马车里的楚柔连忙道 你和聪儿坐上来吧 刚好娘亲 想和你们说话 苏木槿尴尬地看着苏青云 却见爹爹默默地垂下眸子 黯然地转身 去了后面一辆马车 苏木槿看着爹爹 有些失落的背影 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不过爹娘之间的距离 恐怕一时之间也拉不回来 他也不多说什么了 抱着聪儿上了马车 楚里本来是骑马的 不过瞧见苏青云孤身一人 和苏木槿使了个眼色 自己也去坐了后面一辆马车 苏木槿以为娘亲会和他 还有聪儿说话的 可一路上他的精神 都有些恍恍惚惚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好不容易几人沉默着到了楚家 他才算是回过神来 楚柔意识到在儿女的面前失态了 有些不好意思 下了马车之后 他主动上前牵住了聪儿的手 聪儿已经得了姐姐的嘱咐 没有再排斥楚柔 任凭楚柔牵着他了 刚下马车 苏木槿就瞧见一身素白的锦袍 静静地 焦急地在楚家门口夺步的宁露 苏木槿叹息不已 这都是什么事啊 楚柔也瞧见了宁露 宁露自然也瞧见了他们 宁露刚想上前来 就瞧见苏青云 从后面的马车中闪身而出 他很快就站到了楚柔的身边 身后站着苏木槿和楚梨 宁露脚步一顿 苦笑不已 他们看上去 才是完完整整的一家人 他这会儿插进去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但是让他放手 他也做不到 只好尴尬地停在原地 苏木槿看向爹爹 却见爹爹看到了宁露之后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就知道娘亲肯定是把这些年的情况 都和爹爹说了 苏青云站在原地 站了一会儿 许久才上前 给宁露行了一礼 臣参见太上皇 宁露现在是皇帝 因此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 称呼宁露为太上皇 起来吧 宁露语气十分冷淡 苏青云顺势起身 却拱手道 这些年多谢太上皇对柔儿的帮助 臣感激不尽 宁露面色一冷 我做这些 可不是为了让你感激不尽 这些都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也不是为了你 气氛顿时就是一江 苏青云却道 不管如何 柔儿的性命是太上皇救的 仅这一点便是等同于救了臣的性命 宁露唇角勾起冷冷地笑 却什么都没说了 苏木槿和楚离只好来打圆场 娘 外祖母多年没有瞧见你了 恐怕心里都等极了 你先去府里看看吧 好 楚若本来正是不知所措的时候 听到苏木槿的话 垂着头扯着聪儿 就赶紧进了院子 苏木槿看了看这个 又看了看那个 和楚离一言不发地进了院子 身后的两人也不再对峙了 苏木槿听到两人的脚步声响了起来 苏木槿刚刚走到老太君的院子门口 就听到院子里爆发出一阵阵的哭喊声 苏木槿心中微微一酸 停住了脚步 我们不进去了吧 好 楚离笑笑揉揉她的头发 母亲和外祖母多年不见 应当有许多话要说 嗯 苏木槿和楚离进了内院 他们之前住着的小院子里 还没有走过去 就瞧见楚君涛 斜着宁浅雪 站在二门外 宁浅雪抿着唇 眉宇间有淡淡的交集 正在往远处眺望 听到脚步声她微微一息 可看到苏木槿和楚离的时候 目光顿时黯淡下来 苏木槿看到她眼圈红红的 眼睛里似乎有恨 但是又似乎有期待 知道她是在等宁路呢 她好心地解释 方才我瞧见太上皇在门口 宁浅雪面色一变 谁要等她了 我才没有等她 苏木槿诧异不已 就看到楚君涛对着她苦笑着 做出一个口形 担待 这是让她担待着宁浅雪的情绪吧 苏木槿也表示理解 若是她娘是因为遇到危险 才炸死着逃避危险 把她和聪儿留在危险里的话 估计她心里也会又爱又恨的 而与此同时 几人又听到了脚步声 苏木槿一侧手 便瞧见了一个素白的紧袍 她下意识地看向宁浅雪 就瞧见她毛子里闪过一丝惊喜 可那惊喜只是一瞬间 一双毛子就冰冷了下来 苏木槿叹息般地摇摇头 把时间留给这一对久违的妇女 和楚黎一起携手离去 宁浅总是要为自己做的事情 承担后果的 此时老太君的屋子里 所有人都已经平复下了心情 老太君有话要和楚柔说 便让其他人都退下了 老太君从楚柔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算是知道了 他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又联想到今天太上皇 没有来的 跑来了他们楚家 这其中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 眼下苏清云也来了他们家 太上皇更是摆出了这样的姿态 若是柔断断续续的 若是柔不表态的话 恐怕还会闹出一些事端的 因此老太君擦干眼泪 便问楚柔 柔儿 我们是亲母女 母女之间也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 你告诉娘 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楚柔含泪抬头 娘 老太君摆摆手 示意他嫌不要说话 他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家了 还有什么看不真切的 现在他的愿望 也无非是让柔儿 今后能少受些磨难 好好地过自己的日子罢了 老太君拄着拐杖 走到楚柔身边坐下 瞧着他垂着毛子 手中搅着帕子就知道 他心里是为难的 老太君叹口气 站在楚柔的身后 按着他的肩头柔声道 柔儿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太上皇没死的消息 恐怕很快就传开了 你们的事情 就是太上皇有心遮掩 恐怕也是不行的 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娘亲知道 以你的性子 不会和太上皇有什么事情 可是旁人却不会这样想 你们毕竟是孤男寡女 独处了五六年 再加上太上皇对你的心思 要说你们之间没有别的什么 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真的等到了流言散播出去 你再去澄清 也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到时候你的名声 也就全都毁了 老太君继续道 真的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有心要和苏清云附和 恐怕也是难了 楚柔抿紧了唇 他知道娘亲是为了他好 可是宁路照顾了他这么多年 尤其是前几年 他常年躺在床上起不了身 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废人 马上就要活不下去了 多少次都想寻死 可是每一次 都是宁路逼迫着路神医 给他又救了回来的 那时候他不能走路 天气好的时候 宁路会背着他在山上晒太阳 他无聊的时候 会给他读书解闷 他一个皇帝之尊 在他那里凡事都是亲力亲为 从来也不肯假手于他人 他常年生病脾气不好 有时候烦躁起来 看谁都不顺眼 甚至最严重的时候 像个泼妇一般摔打东西 等他清醒过来之后 觉得自己都忍受不了自己 就不过来之后 好 好 感谢观看